聯儲局為資產升值戶行上週 聯儲局熱息後 主席鮑威爾高調地對美國股市是否偏高作出評論 他提出了一套評估現時股價的新角度 似乎有意為QE引致的資產價格上升作戶行 聯儲局這種取態 社長助長已經非常刺激的全球投資熱情 鮑威爾表示 若然單看市盈率Price to earn Ims ratio 現時股價已經偏高 過去10年美股的平均市盈率為15.6倍 而現時美股的滾動市盈率熱升至29倍 剩逼近2000年科技股泡沫爆破前的30倍 另一方面 現時美股的市銷率Price to sales ratio 熱熱升至2.7倍 高過2000年的頂峰2.4倍 綜合這些傳統的指標來看美國的股市 現時股價已明顯被高估 然而 鮑威爾提醒市場現時市場的利率水平 與歷史上的利率水平不一樣 現時的沒有風險利率Risk-free interest rate 不但處於一個極低的水平 而且在一個可見的將來還會持續 現時債券市場而不是出現負利率的低風險債券的成交 凸顯30倍的市盈率的股價也變得合理 鮑威爾認為 在10年期長債的知識率處於比歷史低位更低的情況下 聯儲局並未看到股市有太高的風險 鮑威爾的言論 等同鼓勵市場放下警惕 繼續大膽地把資金投入各項風險資產 在聯儲局的股行下 在下一階段 全球的風險資產都將升個不易落負 聯儲局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 竟公然淡化市場風險 以鼓勵人們勇於作風險投資 實在有為中央銀行的角色 聯儲局主席這樣的言行 顯示美國已處於一個極不尋常的狀況 否則何須出動聯儲局主席 為美國的股市搖期立喊 相比中國的央銀行與負責金融監管的官員 近期就不斷提醒市場 要堅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要有罪處置風險 以及要守著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等 馬雲為螞蟻金服上市 刻意淡化金融風險的危害性 已被金融監管機構嚴格整治 美國在處理金融風險方面的經驗 遠比中國豐富 美聯儲局為什麽會選擇行一套 與中國剛剛相反的策略呢 對此 我有以下的推論 一 美國的實體經濟佛線觸塵 唯有這股價上升去維持高貌升平 以免人民信心大失 陷入通宿 二 美國近日散戶入市增加 有人拿失業救濟金去買股賺外快 有人說 可以透過鼓勵全民炒股 加大救濟金的效益 減低政府的舊市負擔 聯儲需要助政府一臂之力 三 美國債務正在全面上升 只有炒高資產價格 才可以使債務合理化 四 股價上升後 美企業就更容易進行股權融資 不用依賴聯儲局入市買債 問題是 這種挽救經濟的方法只能有一為之 一如類固醇若不可搶伏 搶伏一定出事